北市府跨年卡斯牆 101烟火赶工 土检四缺失 每年台北市政府的跨年晚会 都吸引数十万人潮 台北101大楼烟火秀更是重头戏 今年活动请来侯佩岑和号角响起 搭档担任主持人 昨天记者会现场也找来 控巴控控中医师张顺忠 大跳挖人操影片 宣导跨年垃圾减亮 今天会超过八十万 今年的特色很多 我想今年的卡斯非常强 北市府表示 今年的跨年晚会 天后张慧妹会搭热气球献身 压轴演唱 并由天王郭顾成和总统马英九 一起倒数迎新年 侯佩岑也会穿着 缝制万颗水晶的礼服 装的尺度有一点点 就是 这个到跨年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尺度是怎样了 另外跨年重头戏 台北101大楼烟火秀 正在赶工安装 将呈现离地570米的最高烟火秀 北市府着土检 发现四项缺失 包括卫一规定设劳安人员 督工未定检查计划 栏杆等设施的护栏未达标准 施工架载重限制未标示 以要求改善 动新闻台北报道